嘉义市几间排队名店最近营业都贴出排队未戴口罩恕不受理的公告 呼吁顾客享受美食也要注重防疫 而日前著名的砂锅鱼头店由远道而来的客人 因为没有戴口罩被挡在门外 老板于心不忍就私下送口罩给对方 结果对方返家之后反而寄了多片口罩给老板 而且这样的客人不计其数 有人一下子就寄了九片的口罩 让老板大赞这是台湾最美的地方 店员捧着各式各样的口罩 里面有平面口罩也有立体样式 而且这些都是客人回送的 让店家乐得合不拢嘴 原来嘉义这间知名的砂锅鱼头店 想应政府防疫措施 要求排队的客人都必须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否则舒服受理 偏偏碰上远来的客人没准备口罩 被挡在门外 老板于心不忍私下送口罩 没想到得到的回馈更多 一片口罩引发的效应让人看见台湾最美的风景 而店家的超前部署就连外国客人也大力赞赏 防疫不只靠店家也靠民众高度自主 店家的贴心举动得到客人善意回应 防疫期间大家互相体恤也为彼此打气 记者蔡崇吾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